韦小宝可真是服了 自己就想当个杂役 怎么好端端的就要成太监 还好手起刀落没来得及割掉 就被海大副海公公出现叫停 因为现在他急需用人 而如果割掉就要两个月不能下地 所以韦小宝显知又显逃过一劫 但还是以太监的身份被带进了宫 来到海公公的住所 他才终于透露出真实目的 原来他是想让韦小宝潜入太后寝宫 把42章金偷出来 本来海公公安排了小贵子和韦小宝两个人 但小贵子心里清楚这活有去无回 只能跪下苦苦哀求 海公公当然是铁石心肠 倒是韦小宝上前劝慰 要不自己一个人去也可以 结果小贵子并不领情 反手一拳就将韦小宝挟持 希望海公公给自己一条活路 小伙子路走窄了 威胁反派哪有能活命的 即使小贵子已经跑出门去 但只见海公公一掌拍出 中了绝招画骨年长的小贵子就硬生倒地 没有几细进化为了一滩血水 韦小宝再也不敢造词 赶紧上去溜絮拍马 海公公也在他肩上拍了几下 这是慢性画骨免长 如果威小宝敢耍什么花招 后果他知道的 随即海公公就把他拽到树上 看到了吗那就是太后请宫 只需要把金书偷出之后素素拿回来 按理来说这段时间都没有人 但如果出了什么意外 海公公也会暗中为他保驾护航 一这么说就肯定会出意外了 果然威小宝还没等找到金书 太后就摆驾回宫 无奈之下他只能先躲起来 没想到太后竟如此风韵有存 韦小宝一时都忘了是来干嘛的 这时海公公装作黑衣人进来偷袭 很明显是想为韦小宝争取时间 眼看两个宫女节节败退 太后也披上衣服上前对阵 一时之间两人竟打得难舍难分 海公公此次前来本就不是为了过招 虚晃几枪之后就赶忙抽身离去 太后见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赶紧携带周围下人追了上去 不过这也正合了海公公的意 吊虎离山之后 韦小宝赶紧四处翻找 不如使命终于在床下找到经书 结果还没在手里捂热乎 就有一人突然伸手将东西抢走 一开始韦小宝还以为这人有什么身份 不敢把事情闹大连忙陪笑 但此人毫不领情 韦小宝在细细观察才发现 对方也穿着太监服 如果也是太监那他怕什么 立刻就变了脸色想要抢抢 结果还没等他出手 自己脸上先连续挨了两拳 而这个小太监可不是别人 正是当今皇上的妹妹贱宁公主 双手扶摇气张地对着两人破口大骂 可韦小宝根本就没学过什么武功 没交手几招就被皇上打翻在地 没办法他只好搬出了师父的名号 他吩咐贱宁公主写了一封密函 自己则告诉韦小宝明天再打 赢了之后不仅还给他这本经书 还会再多赠送给他另外一本 韦小宝回去就将这件事告诉了海公公 海公公根本就不相信这样的说法 直接就要对韦小宝出手 韦小宝赶紧拿出了皇上交给他的密函 写的大概意思就是 皇上非常喜欢这个小太监 但就是武功差点 要求海公公把最好的武功传给他 就这样韦小宝一边吃着火锅唱的歌 一边欣赏着海公公练武功 想吃西瓜了就扔给海公公 让他现场来的滑墙披瓜 又让他练起了剑法 这把海公公气的当场罢工 上前就准备教训一下韦小宝 万万没想到 韦小宝打出了一招自创的疯狗王八拳 这让韦小宝发现了新的思路 就算今晚不睡觉也要练好 等到了第二天 仅仅只用了这一招 就逼得皇上不敢近身 皇上看到自己不是韦小宝的对手 竟然也学会了玩鹰招 对着韦小宝靠颜值吃饭的脸打了起来 可两人也因此拥抱在了一起 动弹不得 皇上这时找准机会把韦小宝推翻在地 再次对着韦小宝的脸疯狂输出 让人没想到的是 韦小宝接下来只用了一招 就把皇上治得服服贴贴 连忙求饶 不过看着自己手上的一大把腿毛 韦小宝忽然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整个紫禁城案里来说只有皇上才会有 然而正在小宝猛圈之际 敖拜带着众大臣直闯皇帝的御书房 而小宝和剑宁则躲在了桌子底下 剑宁却是对小宝充满了兴趣 在小宝的身上摸了起来 直到把小宝摸得弹了出来 把桌子旁边的敖拜吓了一跳 面对他的质问 小宝也是惊慌不已 见太监胆敢躲在皇帝的御书房内 敖拜随即下令要将小宝拉出去问战 剑撞皇帝及时阻拦 说小宝是朕的心腹 小宝听后长舒一口气 众大臣对小宝也溜须拍马起来 然而敖拜对这个所谓的心腹丝毫不看在眼里 继续出言让皇帝缉拿索尼归案 面对敖拜强硬的说辞 皇帝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小宝来到敖拜面前辩解道 皇上自有分寸 用得着你在这叽叽歪歪 在小宝的提示下 被动的皇帝才想起来要反客为主 表示在索尼之事上他自有解决方法 但今天就都先退下了 众大臣刚走 小宝和皇帝就吓得瘫软在地 直言请求皇帝将小宝赏赐给自己 可直接被皇帝拒绝 小宝回到敬世房后 将与皇帝比武的经过 以说书的形式讲给海大夫听 海大夫抓起小宝 询问四十二章经在哪 小宝说自己忘记在什么地方 海大夫让小宝老实交代 否则手上的氯气一旦过了手肘 就会骨骼尽碎而死 就在两人纠缠之时 太后的宫女来报 直言要带小宝去面见太后 见识太后的旨意 海大夫也不敢违抗 接着就被带到了太后的慈宁宫 然而太后没等来 却等来了剑宁公主 自从上次剑宁对小宝一抓后 剑宁就对小宝充满了想法 现在的小宝手脚都不能动 还不乖乖成为剑宁的猎物 从这充满魔性的笑声中就能知道 剑宁公主对小宝的工作有多满意 她缓缓走到委屈小媳妇一样的小宝 对其安慰起来 表示会好好对小宝 然而不等小宝将衣服穿好 太后便出现在二人面前 你们俩在做什么 太后简直气不打一处来 随即就要出手杀了小宝 然而就在太后下手之际 海大夫化作黑衣人及时出现 海大夫已然猜出太后就是神龙教的人 随后二人飞身来到屋外 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此时小宝从屋内走了出来 见到眼前这种场景 她也不知道到底该帮谁 突然外面传来了太监的报告声 皇上驾到了 太后文言邪魅一笑 海大夫深知眼前这种形式对自己不利 打算上前取太后的性命 小宝见状立马阻拦 却不想推丧之间 不多是皇帝赶了过来 询问小宝发生何事 太后表示有黑衣人偷袭自己 幸好有小宝舍命相救这才安然无事 听到小宝目前还没有什么发现 赶紧让他继续去监视海大夫 次日小宝跪倒在皇帝面前 解释说自己因为说梦话 被海大夫得知了一切 最后无端点住了海大夫的死穴 让其变成了神经病 然而皇帝对此事并不关心 反而在意起了小宝的真实身份 他看过太监记录 根本没小宝的名字 近身记录也没有 那他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随后小宝表示 自己只是来宫里应征当杂役 却没想到被海公公看上 接着就成为太监一直到现在 而这次皇帝要小宝前来 是与他有事情商量 敖拜杀了索尼 于是皇帝便有了杀敖拜的想法 为了壮大自己的队伍 便叫出了多龙 多龙是御前带刀侍卫统领 忠心为国 而为小宝则是他的心腹 今天皇帝召集他们两个来 就是想商议一下 怎么样才可以制造机会杀敖拜 为小宝聪明地想到了一个计划 那就是模仿古代金科赐秦王的桥段 而多龙的计划是在酒里放毒 让敖拜和响 可皇上还是担心敖拜的武功高强 不会这么容易地遭人暗算 这点为小宝也早已经想到 他准备在敖拜的座位周围 再加上一座机关 等敖拜来到御书房扣建了皇上之后 就赏赐他做 那把早已被改造成了各种机关的椅子 然后多龙就假扮成了端酒的侍女 去给敖拜敬酒 趁着毒酒还没有被敖拜完全所吸收 为小宝就殷勤地拿出了一副珍贵的字画 敖拜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直接一把抢走了字画 只见毒酒被敖拜当场用内力给逼了出来 转身掐着多龙的嘴巴 将毒酒灌进了他的嘴中 小宝见到情况不妙 立马打开了在椅子周围布下的机关 为了保险还从空中落下了一座铁龙 为小宝没算计到自己也会困在笼子里 可敖拜自幼习武天生神力 随便几下就震开了椅子上的机关 又把胳膊那么粗的钢条掰弯 对此康熙只好表示是试探敖拜武功 既然你说自己是赤胆中干的话 就在官二爷的面前立下毒誓说永远效忠阵 此时小宝来到敖拜身后 打算利用发疯的海公公除掉敖拜 谁知海公公在这个时候居然睡着了 打起了阵阵呼噜声 然后他赶紧上手把海公公掐醒 再让他有样学样的做出斩击动作 可众人也是万万没想到 敖拜练成的金钟招 居然已经达到了刀枪不入的境界 此举也将敖拜彻底激怒 直接挥动双手将海公公甩飞了出去 这时多龙带着埋伏在此的数十名侍卫闯了进来 准备活管了敖拜 然而敖拜见此毫不畏惧 这时敖拜发现了角落的康熙 正在他上前想要解决掉康熙之际 海公公却是现身挡在了他的面前 此时的敖拜又将目标看向了康熙皇帝 飞身就向康熙宫去 小宝边跑边喊救命 他深知放眼整个宫中 能与敖拜一拼的 也只有慈宁宫的假太后 不多时他就来到了太后的慈宁宫 连滚带爬地请求救命 敖拜便真的撞破墙壁闯进了慈宁宫 这时康熙和多龙带着大批侍卫赶了过来 却发现现场只有小宝一人 而这致富敖拜的功劳 自然也落到了小宝的头上 于是他也没客气 装作是自己经过一番苦战 终于把敖拜这个反贼降服 他还欣喜太后安危 赶紧又来到了太后的寝室 而太后未免身份被拆穿 随即表示是小宝舍命救了自己 封小宝为不及格大学士 欲赐黄马挂 专责抄封敖拜家产 于是接下来 小宝和多龙便奉命来敖拜的府衙抄家 看着面前金灿灿的元宝 多龙才拿出账本 最终如是汇报了 此次抄家的总金额 此时小宝发现地上跪着一群女人 询问下才得知 这些全是敖拜的老婆 都这么年轻 一定是被敖拜逼的 赶紧把她送到我家里 为小宝奉旨抄敖拜的家 不仅得到了敖拜的钱财和老婆 还得到敖拜珍藏多年的宝物 那就是一把什么都打得透的羊枪 和一件什么都打不透的天残宝甲 为了展示这两件宝物的威力 小宝拿起了那把羊枪 多龙则穿上了那件天残宝甲 然而正在小宝瞄准之际 手下去来汇报 说在敖拜的密室找到一本四十二章经 文言小宝顿时失神 一枪不偏不已打中了多龙的脑袋 看着手中的正兰旗四十二章经 小宝随即表示这是一本金刚经 要带回家给自己的母亲念 为小宝又来到立春院 向姐姐为春花束说自己的丰功伪迹 表示自己不仅当了大官 还贪污了几千万两 小宝一转身 就发现自己前面站了一个人 小宝才发现竟是自己的师父陈静南 陈静南一见到小宝 就发现他眉宇之间透露着黑气 询问小宝是不是中了剧毒 我就知道已经可以治好了 接着陈静南就将小宝带到了天地会 以总舵主的身份 升小宝为青木堂的乡主 还将青木堂的令牌交给了他 陈静南斥责他 这次刮了这么多油水 现在银子跟女人都有了 还不赶紧多出典礼 于是随着陈静南话音落下 两个穿着一样的婆娘 飞身来到了这里 而这两个婆娘就是大小双儿 原来大小双儿生下来就是连体 在天地会的帮助下 不仅师叔将他们分开 还教他们武功 就这样小宝在陈静南的套路下 带着大小双儿又回到了近视房 为免小宝逃跑 双儿便将小宝给绑了起来 随后 小宝以自己的人格担保绝不会逃跑 双儿才放心地给小宝松绑 小宝为了验证大小双儿是否心有灵犀 准备当场做一个实验 真的 用力点 用力点 让人意外的是 剑宁公主竟然端来了一碗汤药 说什么也要给维小宝补补身体 赶紧暗示指挥双儿的两只手 结果汤碗喝掉汤药 她道谢十三个女人七七出声 小宝只好解释说房间有回音 双儿更是在听到剑宁公主 和维小宝讲的虎狼之词后 气得把手拍在了维小宝的胸口 走啊 我快要痛血身亡了 聪明的剑宁公主 怎会发现不了小宝的异常 看到剑宁公主发现了自己 双儿也不再隐藏 没出手几招就把剑宁公主制服 这时太后的侍女突然来到了近身房 强迫性地邀请维小宝去太后的请宫 这次见面太后索性不装了直接摊牌 向维小宝打探四十二张经的消息 除了云南吴三桂手里的那本正皇旗 其余的三本应该都在维小宝的手里 可太后也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 就吩咐一旁的侍女把维小宝按倒在地 脱下了右脚的鞋子 露出了曾经给他刻画的清明二字 维小宝见没法继续装傻 也承认自己是天地会的人 不过太后也是神龙教的人了 可没想到下一秒 太后竟然直接将这三本经书 扔在了维小宝的面前 见自己手里最大的牌被太后轻松破解 维小宝为了小命 就准备以回家收衣服的理由离开 不过却被旁边的侍女给拦了下来 就这样太后把维小宝带进了天牢 以敖拜为威胁逼迫维小宝说出秘密 维小宝委屈地回答 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但你看太后信不信就完了 看着凶神恶煞张牙舞爪的敖拜 维小宝还以为这次绝对要死瞧瞧 因为铁链的长度原因 敖拜就差一点点才能够得着维小宝 这是一群红衣喇嘛闯入天牢 解决掉了看守的侍卫 而他们正是敖拜的师弟 此次的目的 就是为了救出关押再次的敖拜 在斩断铁链救下敖拜后 又挟持住维小宝当作了人质 然而就在敖拜几人 带着小宝跑路之际 却在一处乱葬岗停了下来 原来前面就是大内侍卫的少岗 打算先将身上的九只神龙刺给逼出来 突然空中泛起了烟花 原来是陈静南带着天地会的小弟 来到了这里 小宝看到师父就如同看到救命稻草 赶紧叫道让他小心注意 不要让敖拜逼出身上的九只神龙刺 陈静南闻言赶紧下令 先杀敖拜后杀狗皇帝 陈静南手持软剑冲向喇嘛队伍中 却被敖拜体内的神龙刺给逼退了回去 见此红衣喇嘛便将陈静南团团为主 好为敖拜争取疗伤的时间 只见红衣喇嘛使用铜波 对陈静南不停地发起远程攻击 然而陈静南对此并未理睬 而是趁乱将小宝给救了下来 让小宝踩着铜波先走 谁知小宝不会驾驭铜波 一头撞在了树叉上 这时红衣喇嘛又摆出了看似牛逼的喇嘛阵 陈静南将其击散后 这群喇嘛又换了一种送人头的阵 这让陈静南瞬间找到破绽 凭借一招从天而降的剑法 将这群喇嘛从中间一分为二 而接下来 就是陈静南与敖拜单挑的时刻 此时发疯的海公公出现在小宝面前 见敖拜向小宝攻来 海公公飞身来到空中 将敖拜给拦了下来 然而海公公根本就不是敖拜的对手 上次就是败在了敖拜的连环脚下 这次也不例外 见海公公抱着敖拜慢慢落下 小宝立马有了主意 利用姐姐为春花治疗缩阳的办法 就在敖拜落下来的时候 石锥上面的尖装插进了敖拜的大骨穴 破了敖拜的金钟罩 见此情形 陈静南立马上前补刀 飞身来到空中后 一剑从敖拜的头顶刺了下去 满清第一高手也就此落幕 陈静南见敖拜已死 于是便飞身离开了这里 随后小宝便来到海公公面前 只嘱咐他记好太后的秘密 就是他其实是神龙教圣语 这时贾太后也闻声而来 如果再不说出42章经的秘密 就要送小宝去和敖拜陪葬 可千军一发之际 皇上却突然赶到了这里 带领着大批御林军包围了此处 而皇上一见到太后 太后就恶人先告状 不仅说为小宝要害自己 还说他和海大夫都是天地会的人 文言小宝立马上前辩解道 他其实是神龙教的圣语 但贾太后也有话说 所有天地会的人 脚板底下都有反清复明四个字 就叫他把鞋子脱了看看吧 结果确实露出了清明两个字 而他另一只脚如果是反复的话 那加起来就是大逆不道的反清复明 此时剑宁又带来一个 一模一样的太后 而这个太后才是真的 真太后一出自然真相大白 魏小宝 我必记住你的 放箭 皇帝见小宝这次不仅击杀了敖拜 还拆穿了贾太后的阴谋 于是又对他加官进决 封他为陆顶宫 自从贾太后被拆穿身份 被皇上封为陆顶宫的魏小宝 也是每天过得有滋有味 这天他正和下属多龙一起 在姐姐的立春院玩着小游戏 放松放松心情 可就在魏小宝尿急上厕所的时候 突然被陌生人拉进了旁边的房间 还拿出一把长剑威胁起来 还询问他 魏小宝这个狗贼是不是在隔壁房间 挟持魏小宝的两人 正是独臂神尼的徒弟阿柯和阿南 他将两人带到了多龙的房间 结果却正好撞上 多龙和自己姐姐盖着棉被睡觉 这让阿柯和阿南误以为 多龙就是魏小宝 疯狂地对着多龙展开了追杀 可两人的功夫 应该是没有练到家就已经出山 竟然没伤到多龙的一根汗毛 这也让他俩 被旁边多龙的侍卫给拦了下来 一脱身 魏小宝就又稳如老狗 装作无事发生地和多龙攀谈起来 阿柯不小心被刀剑砍掉了帽子 暴露了自己是女人的身份 魏小宝看得双眼放光 而多龙自然也是秒懂 为了能给魏小宝创造靠近阿柯的机会 让魏小宝出现英雄救美 看到魏小宝突然现身 阿柯还担心地让他快走 其实我就是射雕英雄的传人 东方不败的师父 西方失败 多龙这时在从人群中出现 装作大为震惊 竟然是专门主持正义的西方失败 又接着告诉魏小宝 想要救下阿柯和阿楠 必须要喝完这瓶 含有何欢散的烈性毒酒 这时魏小宝不带一丝犹豫地拿起酒壶 就开始喝了起来 在等魏小宝喝完之后 多龙就按照约定十分爽快地放人离开 魏小宝就开始戏精上身 装作毒发的模样 这时突然出现两个人 现场拆穿了魏小宝的阴谋诡计 魏小宝非常的生气 就吩咐门外的手下 准备教训一下他们 是不是非常的熟悉 没错 他就是之前假扮太后的神龙教圣女 龙儿 在假扮太后的计划被魏小宝识破后 他回到了神龙教的总部 由于现任的教主年事已高 已经到了游进灯窟的地步 在龙儿回来后 他打开了隐藏的血池 先把教主之位传给了龙儿 还传授了门派绝学神龙宿女宫 神龙宿女宫必须处子之身修炼 一旦失身 80%的功力都将传入南方体内 之后教主又吩咐龙儿 辅佐平溪王吴三桂成为皇帝 交代完遗言之后 老教主就跳入了血池 将全身的修为散在了里面 而刚刚打断了维小宝好事的 正是龙儿和传说中的平溪王世子 这是皇宫的侍卫前来禀报 皇上召见维小宝和多龙入宫面上 一路上小宝都在添油加醋 把龙儿形容成了个面目猙獰的妖怪 可没想到本人竟然近在眼前 于是直接下令干掉他 碰巧这时皇上赶到了这里 维小宝立马上前打起了小报告 诬陷龙儿不但擅闯进攻 还企图偷看贵妃洗澡 皇上一看摇起了头 这位可是贵客 平溪王吴三桂的公子吴英雄 随后皇上传令设宴 但有仇不报 当然不是维小宝的本性 维小宝就提出 拿一百两银子和猛将兄打 在十招之内 他肯定打不败自己的下属 平溪王世子吴英雄主动站了出来 替猛将兄接下了赌约 正好在第十招内搞定了比赛 一看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维小宝也只好耍赖 一百万两能不能肉肠 当然 这场宴会也不只是吃个饭这么简单 于是皇上就当场宣布 把剑宁公主许配给吴英雄 另外又派维小宝为钦差大臣 护送公主安全地抵达云南前往吴家 而在宴会之后皇上又秘密地召见了维小宝 他已经查清了贾太后是神龙教 最近吴三桂正在召集兵马 所以才将剑宁公主给架过去 希望能够拖延吴三桂谋反的时间 害怕剑宁公主的脾气会宁死不屈 所以又派维小宝将这件事情转达给剑宁公主 谁知维小宝来给剑宁贺喜 剑宁却也想给维小宝贺喜 小宝不解其意 但还是先说出了剑宁的婚事 可谁知对方竟是什么无英雄 小脸顿时就垮了下来 毕竟他要说的喜事 就是已经怀上了小宝的孩子 一向聪明的小宝一时间也没有办法 转眼就是剑宁公主出嫁的日子 康熙更是御驾轻征 这是队伍行至十里林 康熙便让众人在此休息片刻 此时剑宁耐不住寂寞 对着小宝召唤起来 让他上教给自己扮乌龟 现在好歹是在宋公主出嫁 怎么能让宋行大臣上去扮乌龟 看他今天头上一根棍的扮相 等一会雨下起来 第一个就得把小宝劈死 一旁的龙儿阴阳怪气 伟大人现在真是威风 小宝立刻表示那必须的 只要有他在谁敢来动皇上一根毛 结果话刚说完 就见一个尼古手持长剑向康熙攻来 小心啊 护驾 护驾 本来皇上还在感念小宝护驾有功 结果封赏都还没等说完 就又突然抱头鼠窜 原来是神尼的徒弟阿科又杀了出来 见此康熙立马躲进了剑宁的轿子中 而随着小宝不断地喊护驾 所有侍卫都挤进了这个狭小的轿子里 阿科和神尼以及龙儿见此情形 也飞声来到了这里面 人是谁的鞋子都不穿 保护皇上 将轿子里的人全都震飞出去 这时马车里突然没了重量 竟不自觉地向下坡处快速驶去 龙儿赶紧将康熙和剑宁抛向地面 落到了护驾的侍卫当中 小宝本想让龙儿将自己也送到地面上 却不想打斗剑 被神尼用扶尘缠住了腰部 龙儿健壮 顺势一掌将小宝打飞出去 小宝则身受重伤 口吐鲜血 转眼间马车跑到了悬崖边上 龙儿和神尼则施展轻功 逃离了险境 神尼一回到地面 立刻就浮沉一甩 将吴英雄擒在了手中 而阿科则手持宝剑 将小宝挟持了起来 为了安全离开这里 神尼和阿科随即带着二人逃离了此地 剑撞皇上和剑宁马上把龙儿围住 让他赶紧追上去救人 接着龙儿就使用千里传音 让神龙教的弟子拦截吴英雄几人 而在刚才神尼与龙儿的交手中 神尼已经受了不小的内伤 未免夜长梦多 神尼随即下令 让阿科杀了吴三桂的儿子吴英雄 可就在这时 神龙教的四名弟子 确实杀到了此地 几招过后就将一名击倒在地 而他也因强行运弓 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其中两名弟子欲要上前捕刀 却被突如其来的一招击中了胸膛 刚刚其实是小宝在偷偷开枪 但他故意装作失忆仰指的功力 不过神尼早就看透 只是他不明白 为什么小宝会出手帮他 在小宝的暗示下 神尼随即点了吴英雄的穴道 随后小宝拿出了一只脚 脱掉袜子后露出了清明两个字 为了让神尼相信自己是天地会的人 小宝还特意拿出了 自己随身携带的青木唐令牌 见时机成熟 小宝当即下跪让神尼收自己为徒 随后四人开始上路 路过了一家名叫有间客栈的酒店 而酒店的前台 正站着一个自带凶器的女人 进店了的顾客见状 都忍不住吐出了隔夜饭 随后小宝四人走进了这家客栈 再见到徒弟阿南后 神尼几人便在此安顿了下来 因神尼已经受了伤 便先回到房间休息去了 小宝又来到阿科面前 对其表白起来 当然结果又是狠狠碰鼻 直到撞上多龙的凶器才回过神来 多龙本意肯定是来救他 但小宝不屑一顾 当然是为了师姐阿科姑娘 眼看下属把炮妞战袍都准备好了 小宝更是恭敬不如从命 一到晚上立刻就鸟枪换炮 而多龙为了帮助小宝达到目的 特意准备了几瓶催情药 小宝自然全都看不上 他自己早就提前有所准备 只见他手上奇药一出 连老天都很给面子的晃了几下 小宝为了尽快得到阿科姑娘 打算今晚就使用此药 一想到马上就能与阿科 共同研究昆字的结构 这两人不禁一起笑出了猪叫声 不多时小宝穿着战袍走了进来 一眼就看见地上写着解决两个字 可小宝并不认识这是什么字 小生凑到阿科面前询问道 于是阿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告诉他是不动两个字 此时小宝将我爱一条柴洒在凳子上 并殷勤地递到阿科面前 示意他坐下 谁知此时神匿正好从外面走了进来 一屁股坐在了凳子上 随后神匿表示有钥匙相伤 让小宝先出去 然而他刚出来 神匿所中的情要便开始发作 满脸通红两眼发光 吓得小宝落荒而逃 只见神匿以恶狼之势扑向众人 但他似乎对其他人都没兴趣 唯独对多龙紧追不放 与此同时 龙儿为了救吴英雄 带着四个手下杀到了这里 多龙随身带着几个侍卫 与龙儿的四个手下打斗起来 为了速战速决 龙儿让手下都退下 自己则施展魂后掌力 将几个大内侍卫打飞出去 多龙眼见几方落入下风 于是将薇小宝当成了救命稻草 挟持住小宝成为人质 龙儿见此一个华丽转身 都说过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听着如此熟悉的话语 为小宝才知道 眼前之人 就是之前假扮太后的神龙教圣女 怎么大古代还带整龙的 龙儿坦言这才是她的庐山真面目 多龙就先抢着被刺 我是纯路人 不卷经你们的恩怨先溜了 而此时的神尼 还和多龙的几个手下缠斗在一起 突然 神尼通过窗户看见了龙儿的发迹 神尼兴奋至极 跳出窗户就对着龙儿攻去 龙儿则施展轻攻 神尼紧追不舍 挥动浮沉缠住龙儿的脚腕 随后开始发力 直接将龙儿从房顶上拉了下来 龙儿抓住房梁 将神尼重重甩倒在一旁 然而神尼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反而变得更兴奋起来 对着龙儿就是一顿猛扑 龙儿则施展身法进行躲闪 但最终还是被神尼刺激抓住了小腿 并一口咬在上面 龙儿也没有恋战 在将其积翻后 立马带着小宝离开了这里 未免伤口发炎 龙儿进行了清洗 在洗完伤口后 龙儿便让小宝扶自己起来 为小宝扶着龙儿刚走几步 他便因伤势过重贪婪起来 告诉小宝如果能扶他回神龙教 或许还可以放他一条生路 为了自己的生命 小宝只能化作牛马 听从龙儿的吩咐 傍晚时分 二人回到了神龙教 而此时 吴英雄和冯夕范却已经在此等候多时 吴英雄为了感谢龙儿 将自己从神尼手中救出 特意帮龙儿备了薄酒 龙儿全心想着辅佐世子不宜有他 随即便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见此冯夕范大笑道 神龙肃女工是否可以抵挡天下第一气毒 无色无味的启英和欢散 闻言龙儿才知道 刚才喝的酒里已经被下了毒药 而龙儿对此不屑一顾 吩咐手下将二人拿下 可手下没有一人听他的 龙儿这才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 同时四个教重持剑围住了他 而龙儿所中的启英和欢散 必须要在天亮之前找个男子交合 否则就会全身喷血而死 在两名忠心较重的保护下 龙儿趁乱杀出了一条血路 忽然看见了小宝牵着一条马 龙儿手臂一挥 将马儿震碎 以此当作掩护 帮自己争取逃跑的时间 在二人拼命地逃跑下 来到了一处树林之中 而龙儿应用尽最后一道真气 使出了神龙血盾大法 此刻已然是毒气攻心 如果再不找人交配的话 就会全身喷血而死 看着眼前贾宝玉扮相的小宝 龙儿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 在一个晚上的缠绵下 龙儿体内的剧毒迎刃而解 而小宝也得到了龙儿的八成功力 与此同时 多龙将小宝的遭遇 一一告诉了剑宁公主 天游加速地表示 为小宝已经因公殉职 剑宁听后伤心万分 而朝中大臣则为了帮归来的 多龙接风洗尘 为其大摆宴席 为大人生前那么喜欢美女 万一还回来找他怎么办 所以他要在身边常备十个八个美女 正在多龙幻想着自己的多人运动时 一人却是从门外走了进来 来人正是失踪的为小宝 见到小宝 多龙也是正正地愣在了原地 随后小宝表示 自己是皇上派去的反卧底 目的就是接近陈静南 所以他想多龙带他出去跑一趟 见到肥阔就大喊暗号 自然会有人带多龙进天地回分度 便让多龙在吴三桂的府衙前 大喊反清复明的口号 吴三桂听到叫喊便出来查看情况 却不想与多龙直接撞了个正面 多龙一看到朝廷宁官的打扮 还以为是伪装的卧底 当面就又对吴三桂说了次暗号 吴三桂赶紧叫守卫 故意露出了背后的纹身 吴三桂一看就急了 当场和多龙互殴起来 府上的打手一窝风袭来 此时的两人还扭打在一起 此时手下来报 说见宁公主和伟大人突然驾到 闻言吴三桂立马前来面见公主 此时小宝突然看见吴三桂的眼睛受了伤 正在小宝询问他原因时 多龙却凄惨地从外走来 嘴里还大喊着救命 他被打得连小宝都认不出 还得疯狂对口供小宝才感人 在二人的默契配合下 小宝确认了多龙的身份 随后借机询问吴三桂 为何无故殴打朝廷命官 吴三桂怒极反笑 就算是朝廷命官 口出叛逆之言也是杀头大罪 见双方各执一词 公主便为二人当起了何事佬 多龙是钦差大臣 负责带着上方宝剑沿途保护 见公主都为多龙说话 吴三桂也是没有一点办法 只能任由多龙手持上方宝剑向自己攻来 这时 吴英雄掏出了先帝赏赐的免死金牌 看见免死金牌 吴三桂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 将金牌拿在手中嚣张起来 斩啊 斩啊 那我讲谁啊 你们这边金牌 有金牌在手上的当然不能斩了 不过那些没有金牌在手上的就 陈总 我跑不快的 不是了 你是平心 我都不敢砍你的 金牌 你不在我这儿 那金牌在我这儿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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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 剑宁便让手下服务英雄进房间休息 在借口关怀驸马的伤势跟着进屋 但他其实在背后藏了一把匕首 这时房外传来了一阵爆炸声 众人听见全都出去查看情况 然而映入眼前的 却是一把金刀和一块玉玺 另外地上还有一块黄布 黄布之上写着吴三桂造反的话语 显然这又是韦小宝特意安排的 这时房间里传来一声惨叫 三人闻声跑去 发现吴英雄正捂着下体在床上疼得打滚 而公主手持匕首蜷缩在角落 污蔑吴英雄想要侮辱于他 一时没忍住就把他割了 吴三桂虽然明白一切 只能吩咐手下先将公主送回西凤楼 他已经看出对方来者不善 在冯熙范的检查下 吴英雄已经彻底成了废人 于是他立刻命令 召集人马挥军北上 而在西凤楼内 小宝和剑宁还在为昨天的事和庆功酒 殊不知危险已经悄悄来临 此时陈静南来到了西凤楼 并将冯熙范前来的消息告诉了小宝 他查到师兄冯熙范已经投靠了吴三桂 陈静南深知冯熙范的功夫在自己之上 于是立马让侍卫护送公主先离开此地 而公主刚走 冯熙范便带着陆和童子杀到了这里 陈静南嘲讽冯熙范 身怀爵士武功却去当人家的走狗 但冯熙范却理直气壮 做有钱人的狗 总好过做挨饿的穷人 只见他将钢针插向童子的后脖梗 数十个钢圈便脱手而出 见状小宝挺身而出 感觉玩得差不多了 小宝猛然发力 将所有的呼拉圈砸了回去 陈静南也发现不对 小宝身上无数真气弹却散乱不堪 原来龙儿的功力都到了他的身上 陈静南健壮 让小宝带上受伤的龙儿先撤 另一边 小宝和龙儿逃到了一处树林中 突然狂风大作 吹起来的沙子瞇了小宝的眼睛 让他流出了些许眼泪 龙儿一看小宝流泪 还以为他是在为自己伤心 可下一秒吃瓜群众就蹦了出来 为小宝连忙介绍 这位龙儿现在是他的内人 神妮大受震撼 原来神妮趁着吴三桂起兵大乱 趁机潜入吴府捉拿了叛徒阿科 还意外地找到了一本四十二张经 他和龙儿两人对视一眼 立刻开始一唱一鹤地表示 他们会为了反清大业守护此书 经书就这样被维小宝 机智地给骗到了手里 由于上次阿科和吴英雄两人私奔 差点害死了维小宝 神秘就打算将功不过 让维小宝来处置两人的死活 对此小宝立刻表示 狗男女肯定是人人得而诸之 不过他这么仁慈 还是愿意再给个机会 阿科委屈地哭了起来 维小宝赶紧趁趁虚而入上前安慰 龙儿在一旁冷笑 又有个女孩子让你给骗到了 等为小宝马不停蹄地回到了京城 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去面见皇上 向皇上说出了吴三桂大逆不道 已经在起兵谋反 没想到皇上已经早在两天前派兵出征 将吴三桂扼杀在了摇篮里 这也并不是因为皇上聪明能够喂补先知 而是有一个人提前出嫌 这个人就是曾经投靠吴三桂的冯西范 可小宝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 自己的师父恐怕已经变成了投名状 用来交换了冯西范头顶上的官帽 皇上的话马上证明了这点 表示冯西范已经将吴三桂的兵马 粮草分布图交给自己 还申请了天地会反贼头子陈靖南 随后皇上为了敲打小宝的忠心 吩咐他亲手砍掉陈靖南的人头 从宫里回来之后他就一直心事重重 后宅女眷们见状全都满心担忧 现在皇上也开始对自己有了猜疑 而这四本经书也一样不省心 看了几天还是一点头绪也没有 他实在是气得不心想要发疯 而剑宁公主此次前来 正是为了通知小宝 皇上下旨叫了八旗军的统领前来监视 突然剑宁公主发现 火盆里的经书有一场 意外的是里面有几个字 就连大火都没能烧掉 为小宝不识字 而姐姐也一知半解 龙儿无语地说道是东郊皇陵 忽然为小宝想到了清廷的宝藏 莫非是在东郊皇陵 这让龙儿心里有了一个计划 他先是让皇上召见冯西范 约他明天一起去东郊狩猎 当然皇上可不会这么乖乖 听为小宝的话 所以他们就让剑宁公主 来假扮了这个皇上 随后为小宝就来到了天牢 找到了被铁链囚禁的陈靖南 说出了准备杀掉冯西范 替他报仇的计划 这让陈靖南非常的感动 可陈靖南清楚 为小宝还没有真正地掌握宿女宫 为此陈靖南就故意地把为小宝 叫到跟前定住了身体 把自己全部的内力传给了为小宝 等到了第二天 冯西范就带领着手下 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了东郊皇陵 可到了地方 他却发现一个人影都没有 莫非是皇上在戏耍他 就在这个时候 为小宝竟然以东方不败的模样缓缓出现 冯西范哈哈大笑 还以为为小宝因为继承了女人的功力 连自己也变得不男不女 但小宝其实只是为了恶心他一把 我正在绣条内裤给你穿呢 这独特的造型真的让人不得不欣赏 没有办法冯西范只好祭出最终绝技 直接拿出了银针刺在童子的身体上 用出了上次打败陈静男的遗魂法术 准备和为小宝分个胜负 不过很快 为小宝就用出了在海公公那里所学的龙抓手 夸夸那是一顿乱造 然后又施展出了海公公的成名绝技 画骨绵掌 一掌把这群童子打翻在地重伤不起 搞定收工 这时龙儿从空中闪亮登场 在他的指导下 为小宝拿出了一大把的针线 不过在交手的过程中 为了抵挡冯西范这招从天而降的刀法 为小宝在软剑的作用力下 意外陷进了泥沙 两人也因此掉进了地下的密洞 而在这个地洞的里面 竟然埋葬着42张金中 所隐藏的蜻蜓宝藏 想不到得来全部费功夫 当年满清入关所收藏的黄金 都已经变成了金沙 随后二人来到地下黄陵的走廊进行打斗 却不想走廊上到处使机关 一不小心就踩到了一个 只见无数的利刃向几人迎面袭来 见此龙儿拉着剑宁逃离了利刃攻击的范围 然而为小宝和冯西范就没那么幸运 各自都被树把利刃划破了身体 然后冯西范用刺激陆和童子的方法 扎向自己的脑袋 封住了自己的七经八脉 冯西范被激发出的潜力果然无比凶残 猛然发力就将小宝阵的口吐鲜血倒飞出去 剑撞龙儿和剑宁连忙想上前接住 就都被强大的鱼力伤到 阵的纷纷口吐鲜血 剑撞为小宝别无他法 赶紧让龙儿也有样学样 把身上的银针全拿来插到他的头上 但龙儿不懂那种扎头的针法 只知道怎么扎学位最痛 直到小宝叫喊完 冯西范这个吃瓜群众才知道出手 而小宝只是原地和冯西范对了一掌 就将他直接震的倒飞了出去 牢牢实实地插在了龙脉的龙爪之上 而小宝则成为了这场争斗的胜利者 龙儿叫小宝快点把龙臂打碎 只要龙臂一碎 大清就会灭亡 但小宝却只是摸了摸龙臂 然后给出了格局很大的回答 为什么一定要反清 现在康熙做皇帝 人人有书念 人人有钱赚 并没什么不好 他不想管究竟是谁做皇帝 只要是个好皇帝就行 接着 小宝便带着冯西范的尸体来到了刑场 用他的尸体和陈静南进行了调换 最终冯西范连死也没留的一个军师 而陈静南也被龙儿成功地救了出来 然而正当几人要离开这里的时候 多龙和康熙却带着大批人马包围了这里 显然是多龙将陈静南调包一事告诉了康熙 他又一次出卖了小宝 不过小宝也毫不意外 眼见所有秘密已经败露 小宝便直言自己已经练成绝世神功 若取康熙手机如探囊取物 而康熙也不是不明事理之人 于是借阔下驴对着小宝抓了一下 随后表示 叛国贼韦小宝已经被朕当场抓死 即使结局如此 他俩也始终都把对方当做好朋友 韦小宝发出了猥琐的笑声 从此和众老婆们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感谢观看